有一種食物叫做同步怪獸 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饑荒帝神智 今天我們拿出來玩一波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標凤決鬥裡面多了一台新車 對,我們先來看這台車 這台車是我們普拉西多專用的車 聽說他在動畫裡面還跟這個車子合為一體了 還蠻好笑的 對,那這台車是專門對付同步怪獸的車 對,他的車的效果是 選擇這一台車的時候 如果我方進行同步召喚是不會增加技術物的 但是如果對方進行同步召喚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三個技術物 對,所以如果對方同步召喚越多 我們的技術物就會累積的越多 對,那下面的效果 一次一回合最多只能選一個來發動 譬如說你可以消耗3 假設你有7點,你可以消耗3加消耗4 但是你不能選兩個消耗3的 第一個消耗3是 我方場上 如果對手場上有同步怪獸 就可以把這個機皇帝怪獸以攻擊表示 至於我方場上來代替 簡單來說,如果對方場上有同步怪獸 你就可以直接把機皇帝跳下來 就不用那個機皇帝是原本是要場上的怪獸被破壞之後 他才可以跳下來 那如果有這個他就可以直接送到場上 第三個消耗6點的話 可以選擇對手目的的一隻怪獸除外 如果對手目的中有同步怪獸 則不是除外 是直接將其消滅 直接把那個卡牌撕掉 笑死 最後消耗9 查看對手額外牌組 如果對方的額外牌組中有同步怪獸 直接把那個同步怪獸送入目的 讓對方沒有辦法再同步 對 所以我們最常用的就是用消耗4先把低皇帝丟到場上 然後再利用消耗3 把對手目的的同步怪獸拉到場上 然後把他拿來吸 對 這樣子 所以還算不錯啦 那我們的牌就是搭配白龍 技能學用威脅的機皇帝 可以讓一張起手開手的時候 可以讓一張機皇帝加入這個牌組 那生命地獄2500的時候 可以放一張閃光破壞者 對 那閃光破壞者是選擇場上一張 我方場上的一張怪獸破壞 那破壞被選擇的怪獸 對 所以我們機皇帝就有兩種方式可以跳出來 第一個是對方場上有同步怪獸 直接 直接跳 然後吸對方 第二個就是用那個破壞者 然後把場上的怪獸炸掉 那你可以炸 譬如說白石 白石送入有效果 那你也可以炸少女 因為少女被指定是有效果的 對 那要怎麼樣檢索機皇帝 就用我們的尋找小望 尋找小望 我方場上存在等級1的怪獸時發動 從牌組 將一張等級1的怪獸加入手牌 那這個回合以此效果 無法召喚成功 加入手牌的 怪獸或同名怪獸 結束階段要受到2000點傷害 意思就是 我先丟白石 或是我先丟賢者 等級1的 然後發動小望 那就可以拉這個機皇帝 但是結束階段要扣2000 對 但是扣2000剛好就可以發動我們的技能 我們技能是2500以下 就可以把閃光破壞者放場上 然後 下一回合就可以直接炸掉特招剛剛撿來的機皇帝 對 那機皇帝的效果是直接吸對方 但是他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只要機皇帝在場上 其他的怪獸不可以攻擊 對 那他給康一次魔法卡的發動 算還算還不錯用 好 直接來給各位看回放吧 好 這一場打不動遊心 看到遊心 對 我其實 覺得這個 飆風嘴鬥明明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活動 但是我在裡面 就是看到一些就是有 我不知道那是腳本還是什麼 就是會用那個 迪士爾冠獸加裝備卡 然後放那個金弓的那種牌 或者是就是直接 直接這個自殺的牌 很多場比例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好像都是把這個拿來當作刷刷這個分數 然後 然後就是要拿獎勵而已 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好 好啦 一個光之援軍 然後直接下了一個 這一個什麼什麼手 好 你看喔 對方同步召喚我們就會加技術物喔 笑死 好 直接加三顆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直接發動 對方場上有同步怪獸 直接把雞皇帝丟到場上 然後直接把他吸過來 但是 但是他這樣 他可以發動這個效果 但我其實我覺得有點bug 因為我 我是用技能把他丟到場上 所以 應該不算是特殊召喚而來的怪獸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骨架應該不可以把我除外 我就覺得很鳥 好 不過沒關係 一個親之眼的閒事 來利用閒事的效果 拉太古的白石 然後發動尋找小望 再拉一張我們的皇帝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 扣到兩千點傷害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動技能了 好 那這時候來吃我一個因果切斷 好 那又把我除外了 不過沒關係 等一下可以直接從牌組特殊召喚一張青眼白龍 所以 為什麼會搭配白龍呢 主要是因為 機皇帝是等級1 那用尋找小望可以搭配白石賢士跟少女 一個簡單的想法啦 好 直接同調 紅龍戰車開出來 除外 好 發動技能 來 先打過去 打過去再開 這時候 閃光破壞者炸掉 從手白特殊召喚機皇帝 這個卡… 特殊召喚機皇帝 特殊召喚機皇帝 愚蠢的人AAR在機皇帝面前跪下吧 舒服 喔~~來直接打過去 吸到對方的怪很爽 但這場沒有吸到,給他逃掉了 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嘞,這場打又是不動猶新 最近玩擺盪的人幾乎是沒有 是有啦,要先受有人在玩,但是很少 想說好可惜喔,可能要等他又要出新牌 來對方同調召喚 垃圾狂戰士,各位我要吸囉,我要準備吸飽囉 好來這邊又抽到一張機皇帝,然後我們直接同步吸收 然後把他抓過來 給我一個狡猾 結果這邊理論上我的機皇帝被破壞,我應該可以再跳機皇帝 但是應該是時機錯過了 急皇帝這張卡超容易錯過發動時機的 因為他是10選發 對 所以只要你的效果在連鎖2以上的很有可能都會錯過 好來對方是同調,來威猛先生 準備威猛先生準備要那個了,準備要被我幹了 笑死,我不開閃電爆裂,我要把他吸過來 來,準備吸好吸滿 直接跳下來,吸過來 舒服 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這場打右線 對方打親自眼獸女 等一下照吸 好,那對方用了一個親自眼閒事 來,我們趕快把少女給他除外 但是我忘記閒事 我以為 我以為閒事 一定要場上的那一隻送到目的 他才可以特招 但是顯來好像不是 那應該是 那個應該是少女的效果 應該是少女被指定的效果 不是閒事的效果 好,沒關係我們也有 我們直接特招 拜靈龍直接除外他的這個神社 好,直接同調召喚 紅龍戰車開出來 來一個機皇帝人 等一下打完之後 你知道要幹嘛嗎 打完之後,炸掉之後再特招機皇帝 2700 來,炸掉 炸掉 沒有耶,幹 我要衝他下 為什麼我不炸掉之後再特招 為什麼有點看不懂 好,來我們直接把他的 直接把他的靈龍丟到目的 我花九個技術物 然後直接把靈龍丟目 笑死 好,我要直接跳技皇帝 直接點過去 記得喔,如果神智在場上 只有神智可以攻擊 所以你要的話 就是要先等級他的怪 跳完之後再跳 打完之後再跳 好,這場又打 不動猶新 好,有小旺 我就安心了 好來,這時候蓋一個閃電門 有少女 等一下可以用他的技 我們用技能 用那個閃光破壞者 來,指定少女就可以特招 來,我們先扣了2000 少女跟這牌還蠻搭的 是因為 少女可以保護 好,那對手手上一定有手坑 這不用想 好,我們直接擊皇帝人 來,殺動一個閃光破壞者 指定我方場上的少女 少女被指定從牌組特殊召喚一張青眼白龍 水 然後再把極皇帝神智跳下來 可惜他沒有同步怪獸 來,我們同調召喚 青眼精靈龍定場 應該用手背的 因為他 因為我們也沒辦法打 對,有點可惜喔 不知道在幹嘛 喔,原來是一個月光 好,一個栗子球召喚 想吊我啊 還想吊我啊 月光子蝶 不要衝好小 來,因果切斷直接除外 除外之後 從牌組特殊召喚一張青眼白龍 白龍 好,開幹 來 把他除外 那他打的是融合牌 他不是打的同步牌 所以我們這個牌就沒辦法吸到他 還蠻可惜的 來,青眼精靈龍把他抗掉 青眼精靈龍負責抗墓地 西皇帝負責抗魔法 白龍負責戰者 好,還想融合啊你 水 無效必破壞 好啦,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這場打不動遊心 哇,好多遊心啊 還蠻好玩的 這排還蠻好玩的 我朝這舞者看到我就很開心 笑死 好,等一下 手套沒有關係 我們有一個技能是可以把對方 在墓地裡除外的 來,我們開一張射禮 跟一個切斷 然後我們拉一個顯示 好,一個尋找小望 我們再拉一張白石 沒關係,收到2000就收到2000 等一下還可以發技能 好 我捨不得把他除外 因為我要吸他 超重武者 裝流中彩 好,趕快同步吧 哇幹,他的這個同步很煩啊 他現在要炸後台 不過我有射禮 好,來直接射他滿臉 等一下我要來丟他的牌子 額外牌子 笑死 好,來從牌子我特殊再換一張白龍 好 我用 把額外牌子丟掉 笑死 直接把等級器的這張丟掉 來我們青眼精靈龍定場 然後再發動閃光 吸收在墓地 然後我們先打 等一下再跳 好,還想用手套啊 發動青眼精靈龍的效果 扛掉 無效並破壞 這時候炸掉 然後特招手牌的雞皇帝 好,我們再看最後一場 又是遊星 好玩,這牌好玩 對,這配飆風覺得都很爽 如果對方是剛好 打到的是那一種 那一種同步的牌 真的很爽 直接把他吸過來 好,對方蓋一張 蓋兩張 蓋三張後台 兩張後台 一張那個前台 好 哇,要同掉了 死一死一死 哇幹,鬼動武者 笑死 好,來我們 直接結束階段 發動墓地太古白石的效果 特殊召喚白玲龍 除外他的墓地 不是,除外他的後台 好,直接下 來,準備吸囉 各位 我吸 來,同掉召喚 用雞皇帝 然後自己還在那邊同掉 笑死 來打過去 吃個彩虹生命 幹,五千一,好飽 好,抽二丟一 然後一個鈴聲神殿 發動雞皇帝效果 使魔法卡的發動 無效並破壞 好啦,要同步了嗎 好,沒有 直接跳九尾狐 他可能怕同步又被我搞 被我金玲龍扛掉 笑死 好,丟他的墓地的一張 蓋雅除外 頭二丟一 好 再丟 新陳龍被我丟掉 哭了 好,最後一集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的雞皇帝派出 那再講一次我的構想 就是搭配這台車 這台車 只要對方場上有同步怪獸 就可以直接把雞皇帝放到場上 那我的技能就是選用那個 可以在牌組多加一張雞皇帝 因為我本身抽到兩張 那為什麼搭配白龍 是因為雞皇帝 是 搭配全角小望 可以跟等級1的怪獸 做搭配 那太古白石 還有我們的 青植眼閑士 青植眼少女 全部都是 這個 等級1的怪獸 所以就可以配在一起 好,我們來看 來去吃拉麵啦 拜拜